。 。 23公尺56是Ryan Krauser 把一顆重7.26公斤的千球丟出去落地的距離 這也是人類史上最遠的千球世界紀錄 這個在填進所有投資項目中 活動和射程範圍最小的項目 除了要找出藏在細節裡的魔鬼 還要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方式來推進那幾公分 本集我們來了解這位身長2公尺史上最強投資巨漢 Ryan RC23 aka The Union Krauser 2023年5月28日 在洛杉磯美國大獎賽舉行的世界田總巡迴系列 現任千球紀錄保持者Ryan Krauser 在第四值以23公尺56 把自己在2021年直出的23公尺37世界紀錄往前推進了19公分 球落在24公尺遠的邊緣旁 旋擊打中並反彈 幾乎要直出丈量範圍 而這個距離幾乎是網球場兩邊底線的距離 而Ryan Krauser在這場6次四值中 有3次超過23公尺 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第三和第五遠的成績 6次平均23公尺12 剛好跟前世界紀錄保持者 美國前輩Randy Barnes 從1990年保持到2021年的世界紀錄一樣 可以說是2023年目前為止 唯一獨霸一個田徑項目 而且歷史上無人能出擊左右的田徑選手 1992年 在美國奧勒岡出身的Ryan Krauser 身高201公分 145公斤 體脂大約在12% 不僅有投資點較高的優勢 浑身高質量肌肉也造就強大的推進力 向來以壯碩著成的NBA球星LeBron James 身高206公分 體重113公斤 正在一起也相形單薄了一圈 但牽球並非單純靠蠻力 在半徑1.067公尺的投資區 這個有限的範圍內 在做出帶動力量的旋轉或滑步之後 控制推進出手的時機和角度 投資出去之後還必須要保持在投資區內 身體不能碰到底紙板上緣或踏出圈外 技術上的複雜和細膩程度 不下其他任何田徑項目 所以並不是越大隻越出勇越好 還必須有極為靈活和細膩的身體控制能力 不過不管是身體素質還是技術 Ryan Krauser也是逐年建立起來的 出身投資世家的他 父親Mitch Krauser成為奧運籤球代表team 屬屬Brian Krauser曾達標兩屆奧運標槍 只差幾個月的堂兄Sam Krauser 是里約奧運標槍美國代表 小學國中時Ryan Krauser參加了各種球類運動後 他也入坑投資運動 2009年17歲高二的Ryan Krauser 在世界青年錦標賽 當時他的身形還相當單薄 技術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足以拿下千球金牌和鐵餅銀牌 從高中到德州大學時期 寫下了數不清的美國高中大學和賽獲記錄 也橫掃了13面NCAA地區和全國的金牌 學業優異的他 在沒有任何耽誤下文武兩道的 2016年取得金龍碩士學位 並展開職業選手生涯 才剛展開千球職業生涯的Ryan Krauser 就有了大幅度躍進的表現 在奧運選拔賽中 指出22公尺1-1 首度突破22公尺大關 並拿下金牌 在里約人生第一場奧運指出22公尺52 開寫奧運紀錄奪金 正上歷代前十階 不過Ryan Krauser在接下來四年 並非平步青雲獨霸世界 而是在通往徒步23公尺的路上緩緩的推進 在市井賽和大獎賽也鮮少取勝 正是藏有第五名以外的名次 這個階段他為了找出有效的體能訓練和飲食 來增強身體的質量和力量 在技術上和幾位教練都有合作過 繞了一大圈之後 他回到家鄉接受父親Mitch Krauser的指導 2020年時 成績也逐漸來到22公尺91的世界歷代第三節 2021年 Ryan Krauser終於有了極大成的突破 現在室內賽季指出22公尺82 改寫了32年之前 美國前輩Randy Barnes 在1989年寫下的22公尺66的世界紀錄 一舉震驚世界 來到世外賽季 他在美國奧運選拔賽 直出23公尺37 再度改寫前輩Randy Barnes 在1900年寫下的23公尺12世界紀錄 把停滯超過30年的世界男子前球再度死動 2021年的東京奧運 Ryan Krauser第一職就以22公尺83改寫自己5年前的奧運紀錄 不僅6次四職都比前奧運紀錄遠 最後一職更推進到23公尺30 達成奧運208 2022年世錦賽 他在家鄉奧勒剛拿下世錦賽金牌 2023年這次洛杉磯大獎賽再度改寫世界紀錄 一時成為史上最偉大千球選手 達賽後表示他還沒完全進入比賽備戰期 重量訓練還做得非常重 對於接下來賽季把紀錄推進信心十足 身形魁梧的Ryan Krauser 多年來為了增加大量的肌肉並保持著高質量 他一天必須吃5噸1000卡以上的正餐 而且都必須是有意識控制成分比例的健康飲食 並非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這也讓吃成為他最討厭的事之一 甚至必須當做工作的一部分 而千球這個需要身體素質和細膩心思的項目 Ryan Krauser外表雖然是個標型大漢 學霸級的頭腦和學業之外 他的另一個興趣是釣魚 除了長時間錘釣的耐心 在硬體和器材準備的細膩度 更是到了吹毛球之爭至完美的境界 連日常烹飪用具的保養 他也是非常講究 這樣也不難聯想他在調整投擲技術時的細膩程度了 而以Ryan Krauser釣魚的專業程度 他表示未來從田徑場退休後 考慮進入職業吊壇 參加世界巡迷山和市井賽 Ryan Krauser在美國科羅拉多區 全國家訓練中心 遇到現任的女友Megan Clark 小Ryan兩歲的Megan 是撐竿跳選手 個人最大4公尺60 排在世界力大第75節 也就是美國力大第21節 他們因為同樣喜歡釣魚 而越走越近 直到現在在一起 現在他們除了訓練、比賽 就是一起去釣魚還有烹飪 Ryan Krauser 這位兼具強大心理素質 和細膩心思的美國鄉村風運動員 是否能持續改寫千球的歷史 甚至迫使千球展地擴大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再次見一會 再次見一會 到現在